吉隆坡希望联盟今天召开大会 宣布分阶段启动竞选机制 准备好迎战大选 希望联盟秘书处主任拿督塞夫丁透露 行动党 公正党 诚信党和土团党 在来届大选将以希望联盟的姿态迎战国阵 除了强调西盟之间各党平等 不会出现一党独大的情况 他还强调西盟在安排候选人方面 将以胜算作为优先 塞夫丁还说西盟内就有的政党 不会吝啬出让选区 但他强调新加入的政党 也不应该贪心 他说西盟将主张公平和包容 不分种族宗教为全马人民斗争 也不会以种族宗教来玩弄政治 随着土团党加入 西盟放眼要在来届大选 夺下首都11个国会议席 让国阵空手而归 MTB7综合报道